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刚才呢 上了一个这个塞尔维亚的视频啊 这个视频 我们补充一个英格兰对丹麦的分析 那么刚才有一些朋友呢 找不到那个我们的 telegram 飞机群的通道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呢 加我的号 然后呢 我再邀请大家进群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呢 我等一下会放一个链接呢 可以进入我们的群啊 就是也是先加我的号先 OK 那么对于这个英格兰对丹麦的分析来讲呢 是英格兰这一边让了0.5-1的这个分数 然后大小球开2-2.5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首先英格兰的态势是比较强势的 但是呢 上一场对塞尔维亚的比赛过程当中踢的比较糟糕 所以呢 0-1结束了比赛啊 然后当麦在第17分钟就已经获得进球 最后给斯洛文尼亚扳平了 但是整场踢的不错 所以给人感觉就是当麦呢 也是能够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所以呢 对战英格兰的时候 英格兰也只是让出了棒一的态度 然后有一句话叫做浅旁开高球啊 2-2.5的旁呢 我个人的理解这一场球是大球 然后 比分来讲呢 英格兰呢 是我认为啊 大家都觉得有可能闷场的情况下 英格兰最少要进两个球 所以锁定两个球以上的英格兰 我们再去看当麦这一边啊 有可能获得0个进球或者1个进球 在这个范围内呢 去找一个答案啊 然后我的推荐就是0-2 1-3 还有2-4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分析 然后等一下会有一场这个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比赛分析呢 再跟大家补充 然后要进入我们群的 呃 因为群里面也有一些大佬在那里 可能有一些时候 呃 没有怎么说话 但是一些大佬 大家热情起来的话呢 可能会给大家一些想法啊 有兴趣加入我们群讨论的呢 呃 可以呃 积极一点的 然后来扫我们的二维码进入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